好了 泰国总理阿P石威胁要对抗议者使用武力 这些抗议者迫使东盟领导人峰会取消进入内政部 并且在星天早些时候袭击泰国领导人的坐车 阿P石在星期天的一次电视讲话中说 如果反政府暴力继续升级的话 警方和军方将依据曼谷的紧急状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在泰国政府宣布在曼谷和周围地区实施紧急状态以后 曼谷星期间早些时候发生了暴力 阿P石说他的副总理将负责实施各项紧急措施 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 授权逮捕搜查房屋和拆除设施 争取解救一名美国霍伦船长的谈判仍在继续 载着这名船长和劫持他的海盗的救生船 目前正漂流在索马里附近的海域 美国官员说那艘被包围的救生船上 载有霍伦船长理查德 菲利普斯和索马里海盗 救生团星期天早晨的位置距离索马里海岸大约32公里 这些船员说争取释放菲利普斯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不过目前谁在进行谈判还不清楚 菲利普斯的轮船快为阿拉巴马号 以及船上的19名船员目前已经在肯尼亚的蒙巴萨 这艘货船是星期六晚间抵达蒙巴萨的 船员称赞船长菲利普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 主动让海盗把自己带走 船员目前仍然留在船上 联邦调查人员要查看这艘船 并且就袭击事件询问这些船员 这艘货轮运载着救急非洲难民的食品 教皇本堵在集满人的圣彼得广场上 庆祝了星期天复活节彌萨 然后他按照传统向全城以及全世界传达了祝福 基督徒们相信这一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教皇本堵身穿金色法衣走进广场 祝福民众与此同时 合唱团吟唱赞美时 星期六晚间 教皇本堵主导了传统的复活节烛光守夜仪式 他手持一支高高的蜡烛 走进熄灭灯光的圣彼得大教堂 几千名信徒追随教堂 手持烛光聚集在教堂内 使教堂成为烛光闪烁的海洋 三名夏尔巴族兄弟希望 能创下在俄菲尔市峰 也就是珠穆拉玛峰顶上停留时间的新记录 三兄弟星期天从加拿满都飞到俄菲尔市峰脚下 他们预计在几天之内 与队友一道携带补给物资 抵达山上的大本营 三兄弟预计在五月底 抵达高达8850米的峰顶 并且在峰顶上停留24小时 这座山的峰顶被认为是死亡区 因为上面的气候状况极度恶劣 包括了低氧强风以及严寒 三兄弟说 他们计划用停留峰顶的时间来祈祷 并记录气温 好 以上就是美国丁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